三層樓 眷寺90到106 第四 四層樓 最後就是107到15就是眷五 就是五層樓 那畢竟幫助我們就有一個認識 今天對詩篇 剛剛弟兄也提到 關於這個詩篇的作者 他在那裡有一種情緒的書發 在這個過程中 雖然有屬人的思想在那裡 但是也有神聖的思想在那裡 所以他那裡有一點的混雜 而在這個混雜的過程中 你要突出那個詩篇它的中心 就是紀錄 他一層一層的來幫助我們 所以我們眷一 剛剛所進入了23到36天 這個大概就是在眷一 第一層樓 這是最初階的 稍微提一下 那我們盼望庸子妹 我們一生都在這裡經歷 不要只是留在第一層樓 弟兄告訴我們 這像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學研究所 那你要對照一下 你現在在哪裡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一起來經歷 這個是越來越高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說裡面都在那裡一直幫助我們認識 什麼是這個中心 就是基督 所以在這個詩篇有這麼多篇裡面 其實裡面滿了這個詩人 詩想一種混雜 有屬人的思想 也有神聖的思想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讀的 還不是屬人的思想 還要讀書神聖的思想 那前面有幾篇的重要的詩篇 大概在眷一 第一層樓裡面 我們大概看到有什麼呢 就是第一篇 特別說到詩人保愛律法 那我們以前已經讀過了 這個我們在這裡來介紹 不是 只是外面這個律法 這個還不是神所要的 今天人認為律法是要人來遵守的 其實不是 還是要人在那裡學習轉向神 成為愛神的尋求者 所以第一篇就好像在第一篇一樣 可是第二篇馬上就有神聖的思想 神聖的思想 講到關於這位基督男士 受高者 然後接下來就往下又掉下來 又是屬人思想 那這一段就從三到七篇 那再來到第八篇 感謝主 又進到這個神聖的思想 這些還是屬人的一些思想的參賽 第八篇就續續講到 他這位基督他曾要用主 這個他在那裡講 是啊 怎麼樣呢 是啊 在那裡把鳥帶上皇冠 為加冕的那一位 那個是說到基督 他第二個重要的戰略 再來他又從第九到第十五 又落到屬人的端 但是到第十六 他又摸到這位族 經或使復活升天 在那裡產生了許多的弟兄 就是葬位 然後再來又下來 但是他下來沒有下很多 沒有下很多 在這裡從十七到二十一 下到一半 又到二十二 又到高中 就是第四個戰略 就是從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這個算是第四個戰略 就是一個戰略 一個戰略 一個戰略 從第二 第八 第十六 二十二 二十四 當然這個還有第五的階段 就是我們這次要提的 這些乃是幫助我們來認識 詩篇裡面是有屬人的思想的參雜 但是我們最重要是要摸到這個神聖的思想 就是這位基督 他是詩篇的中心跟土籍 所以國異兄姊妹們能夠這樣的來讀主的話 那裡面說到這個詩人有很多情緒 感覺感想和經歷 無悲都是指向基督 你看我們剛剛弟兄已經幫助我們 讀了第二十三篇 一開頭 你要知道 講到了就是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你要知道基督就是耶和華 他乃是我們的牧者 他經過死復活之後 在復活裡成為那一位牧羊我們的神 所以他就經過五個階段 五個階段 這個在第一節的注意 就幫助我們看見這五個階段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享受他 從最初階的到最高 我們都能夠來經歷他 所以盼盼子妹我們能夠來享受 祂是那位牧羊我們的神 尤其妹你有沒有想過他的牧羊 雖然說我知道今天這個冷氣怪怪的 不太明 很熱 但是我還經歷他的牧羊 對啊 我們在映儒的時候 夏天五十多年 哪來的冷氣啊 現在已經不錯了 我們休息一下他的牧羊 感謝主 我記得我那時候我 因為我服飾訓練中心 這個學員們也是跟我一樣這樣穿 他們都受不了了 很想把領帶你知道嗎 晚上沒有電 沒有電 所以你有冷氣也沒用 沒有電 點蠟燭 每一個學員就拿起我的肛藥 就開始散了 我說不准散 看我其實我這個也是下雨一樣 但是我還是穿著這樣 我穿著這樣上課 所以現在 兄姊妹你要知道我們在這裡 主啊你是我的牧者 感謝主 我們在這裡 在享受 它是清早地和安息的水源 不過這個還是最初階的 最重要的是感謝主 在我們裡面 祂是那位真正的牧者 祂要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們 在那裡變化我們 最後感謝主 我們能夠與祂一同做王 這個是我們一生之久 要來經歷祂的 這個是在第23天 24天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祂就殆盡什麼呢 殆盡這位基督要在祂的國裡做王 所以剛剛已經說到22到24 他算一組 這個22特別講到祂的石 祂的低石 復活 在23特別講到祂在復活裡成為牧者 24他在祂的國裡要做王 但是你看24天也是蠻特別的 他第一節 第二節寫得還不錯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他把地遍立在海上 建立在江河之上 事物是不錯 有一個神聖的思想 可是第三到第六 又掉到蜀人的思想 我們就看得出來 這四天似乎就是蜀人跟神聖思想的殘長 但是我們今天所讀的 是誰呢 就是剛強大門的耶和華 在征戰中有大能的耶和華 最後他說 萬君之夜華 他是榮耀的王 阿弥 兄姊妹 你有沒有讀出這個榮耀王是誰啊 就是基督 所以我們已經說過了 他這裡 特別在卷一 就是第一層樓這裡告訴我們的 從第八 他是受高者 第二是受高者 第八 第十六 二十二到二十四 這有四個站 然後接下來他有另外的幾個站頭 其實他就是從後面的這個二十五 來 二十五 我們在這裡 二十五 他就是到四十一 特別講到在所謂的殿中來享受神 當然裡面中間還有一些是蜀人的參長 大概就是我們看有五個重要的站頭 講到基督特別的男分 所以我們需要把詩篇裡面 凡是說到基督的部分都要把它讀出來 就是我們剛所說要讀到聖經 這個聖靈裡面的思想 好 那第二十五 剛剛這個也提到 詩五 他又降下來 再講他的感覺 因為你要知道詩他就是一個人 一個情緒的出發 就像今天的流行歌一樣 這個好像你愛我 我愛你 這個講的很怎麼樣 這個就是一個情感的出發 但詩它是更細膩的 而且更講究的 那藉著這個詩 他的八表一個讚美 就把這個神聖的啟示 啟示出來 所以我們兄姊妹們 我知道這個有些詩 你們好像特別喜歡 但是不能夠只是停留在哪裡 我們也需要把裡面這個神聖的思想 把它讀出來 都是指向這位基督自己 所以我們從這個二十五到四十一 都是這樣子看 那我們這個二十五 也是講到大衛的詩 二十六 繼續是大衛的詩 他也繼續在那裡情緒的發表 但是一個最重要的點就是說 他一直的講到 乃是在神的殿中 兄姊妹 神的殿中 你渴望在神的殿中嗎 今天你要很清楚 這個神的殿就是今日的召喪 我們今天都在神的造位生活裡面 能夠享受神 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 哪一天你離開了造位生活 你來離開了身體的生活 你能夠這樣來享受神嗎 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遠方的時辰 說啊 逛不定我啊 耳朵班上來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耳朵班 有什麼舉手的 哦 不少哦 謝謝 這個前舊人跟我說逛不定我 我從來沒有當過浪子 我請了這樣 去當個浪子 吃吃豆甲 不知道豆甲什麼味道 當然啊 我就為他祷告 好吧 那說主聯名以後 誒 他真的去了 吃完豆甲一年後 就回來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我來找個什麼 有沒有發現還是找什麼 所以不要輕易地跟祖請假 不要說 快畢業了 趕快去當個浪子吧 千萬不要這麼想 求主保守我們 我們一生一世都要在神的殿中 叫我們能夠在栽養祂的樓梅 享受祂的一切功夫的供應 所以我們在做很多東西 不管是大一大大師或是研究所的 真是求主啊 給我們這樣的看見 這個我們不是啊 落在我們自己個人情 情緒化的反應裡面 我們要求主啊 主啊 願你保守我的一生 像我們啊 像摩西一樣 一生一世啊 都要住在耶華的殿中 哦 跟旁邊的同伴講說 不要離開超人生 好不好 對呀 不要住了 雖然說大衛在這裡講了很多 像耶華我下皮乎乎乎 我的磐石啊 不要不拼我 他在這裡就開始把他自己的感覺情緒 發洩出來 但是啊 他需要更多的是摸著 聖經那個靈 就是那個基督在這裡的章節 不然的話 他可能只是在那裡有一種的抱怨 或是一種的在情緒裡的發表 弟兄姊妹 有時候我們在 弟兄姊妹家會不會軟弱啊 會不會彼此病罪啊 弟兄姊妹 有沒有相咬相昏啊 過不下去想要離開弟兄姊妹之家啊 這個是我們的光子 但是在這裡 求主真是給我們看見 我們要像大衛一樣 雖然他是那樣在一種屬於的情形裡面 但是他在那裡一直能祷告神 求神真是保守他 所以從這個31到36 下一邊講到36 他還在那裡控告 定罪 可是在這裡 神就保守他 一直在神的家中 裡面主啊 得助我們在座每一位 盼望啊 我們都在這裡啊 直到永遠 就是啊 主啊 更多的能夠做到我們的理念 叫我們能夠更多的與他事 特別啊 在座的很多新生 你是大衛先生的請評一下 你們好嗎 大衛先生 喔 不少呢 向我們介紹一下 盼望你們不要離開招衛生活 這個無論如何 Live也好 不甘願也好 求主啊 叫我們都在招衛生活裡面 啊 文化